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一片教学系统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内容是 牡丹舍事件与积极致台 听说琉球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为什么现在叫冲绳县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找答案咯 学习重点 琉球与明清两朝的中凡关系 中凡关系为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 帝国主义侵略下清朝与日本国事的嚣张 牡丹舍事件的影响 这是一张琉球台湾中国与日本的地理位制图 什么是中凡关系呢 就是中祖国给予凡属国军事保护 凡属国定时进贡 并接受中祖国撤封新王 建立一种类似君臣的成属关系 但基本上凡属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表现在实质利益上就是朝贡贸易 凡属国借进贡贸为民 能够获得中祖国的封赏与贸易的机会 在明成竹永乐年间 琉球开始接受明朝皇帝的撤封 成为明朝的凡属 这样的朝贡关系也一直维持到清朝 明万历三十七年 沙摩藩借地理之变 入侵琉球小国 透过琉球与明清两朝进行朝贡贸易 明治维新前 江户幕府担心 沙摩藩势力过于庞大 不容易控制 并不支持沙摩藩并吞琉球 在琉球飘民事件发生的隔一年 也就是同志十二年 明治天皇撤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 日本片面撤封琉球王尚泰的目的是什么呢 建立日本与琉球之间的中凡关系 明治维新后 日本就以琉球宗祖国的名义 质疑清朝处理琉球飘民事件 明清对台湾的态度 在牡丹社事件爆发前 不管明朝或是清朝 对于台湾的海洋重要性 都是忽视的 虽然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 却以为防台而治台的态度来治理台湾 不论是汉人与原住民 或是原住民与外国人的冲突 都是采取消极态度 原住民高山族 因为有猎杀人头的风俗 清朝不容易治理 就以化戒风山政策来避免汉帆冲突 原住民高山族的生活区 就被视为非清朝所管辖的区域 台湾沿海 暗礁密布 外国船只不熟悉此海域 容易触礁搁浅 在同治六年 美船罗妹号在台湾南部触礁搁浅 船上人员登陆后 却遭龟角投射原住民杀害 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德 因此来到台湾处理罗妹号事件 因为无法得到清廷官员的协助 李仙德亲自入山与狼轿18番社头目 Dokito交涉 并签署救援传难的协议 来保障外国人的安全 外国人因此认定 原住民高山族非清朝所治理 他们的生活区域就不属于清朝 因此出现翻地无主论的主张 熟悉清朝与原住民的李仙德 就成为这个事件的重要关键人物 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为何呢 有人民 有人民 领土 主权 政府 想一想当时主张翻地无主论者 是根据哪一项争议呢 答案是 领土 所谓的领土是指一个国家管辖 权所能及的地理区域 你答对了吗 清日国事的肖长 以天朝置居的清朝 在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 被迫开港通商 1854年 日本在美国的寇官下 签订神奈川条约 被迫放弃锁国政策 开港通商 同时受到列强侵略的中日两国 在改革之后的变化 却有天壤之别 同志11年 琉球宫古岛民的船只 因为遇到台风 飘到台湾南部的牡丹社 在八崖湾登陆 遭原住民杀害 在李先德的指导下 日本利用外交官员 向清朝总理衙门官员质疑 生番害人 贵国置之不理 我国有必要问罪导人 应与贵国盟好 特来奉告 总理衙门的官员回答 生番系我话外之民 问罪与否 听凭贵国办理 果然获得了台湾生番 为话外之民的答复 使日本有出兵台湾的借口 在同志13年 日本派出3000名士兵 由石门登陆 攻击势力较强大的牡丹社与高士佛社 并招呼其他16社员住民 战争结束的主要原因 蜻蜓发现事态严重 请列强出面调停 并与日本议和 加上日军在台湾深受传染病之苦 最后双方签订清日北京专约 承认日本出兵行动为保民一举 合理化日本的出兵行动 也间接承认流球人民为日本臣民 为被杀害的流球渔民立碑 赔款 补偿日本修建道路防射的费用 台湾的原住民 中国质疑设法妥加约束 以其永保航客 不再受凶害 针对第三条款的内容 你觉得原住民是这整个事件的主角呢 还是牺牲品 牡丹社事件到底造成了哪一些影响呢 开启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 光绪五年 日本并吞流球 将流球改为冲绳线 西方列强对清朝凡属国的侵略 牡丹社事件后开启了 凡属国丧失的骨牌效应 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 清廷了解台湾在东南海防上的重要性 制台政策转趋积极 派传政大臣沈宝珍来进行建设 废除渡台禁令 鼓励汉人来台开墾 尤其是开化台湾的后三原住民生活区 因为强制开化原住民的生活区 也引发不少汉藩冲突 增设台北府 并且在台湾各地区增设厅县 使台湾各地皆有厅县 没有所谓无阻藩地 对于爆发牡丹社事件的廊教地区 增设恒春县 取其事迹如春之意 在安平其后东港 架设新式炮台 作为防御台湾海防的重要武器 日本有计划的对外侵略下 清朝最后失去琉球这个繁蜀国 日后能保住台湾吗 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